1999年美国世界杯 是我们最美的芳华 也是属于坑枪玫瑰的蓝琴岁月 二十年的时间让我白了头 1999年的夏天让我永生难忘 好球 2比0 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10号刘爱玲 点球是我的遗憾 但是那支队伍永远是我的骄傲 中国队的13号刘英的射男 在美国队能架思库里突出了 那是一群人的青春故事 也是一代人的永恒记忆 中国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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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枪玫瑰1999 大家好 我是博文 我很喜欢坑枪玫瑰这个名字 欢迎继续关注中国女族 谢谢 这是1999年的她们 这是1999年的中国女族 这一年的夏天 正在北京西山备战世界杯的中国女族 第一次听到了 坑枪玫瑰这个专属于她们的名字 我们是中国女族队员 我们很喜欢坑枪玫瑰这个名字 但显为人知的是 就在中国女族的姑娘们录制这段视频之前 她们中的很多人刚刚在大运动量的训练后出现呕吐 这就是玫瑰绽放背后的坑枪 高强度高质量的训练 是为了在那个夏天的美丽间 绽放坑枪玫瑰最耀眼的光彩 中国女族现在在世界上 仍然是一支强队 她可以跟任何一支队伍 强队进行抗衡 但没有绝对优势 她们都会为胸前的中国这两个 去努力拼命 我觉得她们会对得起中国 不会对得起中国女族 也会对得起自己 主教练马云安的出征宣言 在谨慎中透着自信 中国女族就是带着 这样无谓的信念 出现在了1999年的美国之下 首战北欧近旅瑞典 姑娘们的出场方式 便让人眼前一亮 这种手拉手的亮相方式 在那个夏天的美丽间 独一无二 那是一个团队天然的默契 那是一个团队 至和至美的真情流露 可能那是一种真情的流露 不自然的 大家可能就是手拉手 心贴心 然后要完成好每一场比赛 索瑞的时候 它其实传递着不仅仅是一种 表上的形式 那人跟人之间有这样一种 手的这样的一个接触的话 其实还会传递一种 就是内心的这种力量 可是故事的开头 姑娘们却遭遇了 瑞典女族的当头一霸 开场仅仅两分钟 本格特森的重炮轰门 就让中国队陷入困境 但是15分钟后 中国女族就给出了 最强力的回应 人家看门前投球空门 好球 就进了 我们俩那个练习的时候 不就是我主发脚球吗 我们就说在场上 她就说站在前点 往后跑 跑的时候呢 跑一定距离 就是我就还望她那个点发 然后她再往前冲着顶 第一个进球 我自己都觉得 我罚得特别好 然后我自个儿 罚出去的时候 我都觉得这个球有了 然后金烟顶得也非常好 刘英与金烟株联闭合的背后 其实是主帅马云安 知人善认的结果 在世界杯前 正是马云安将脚球的 主罚权交给了刘英 也把诸侯卫出身的金烟 改造为了正印竹锋 根据队的情况 缺一个相对来讲 身材比较高的一个前锋 金烟也具备着条件 不妨就试一试 搬屏比分后的中国队成胜追击 比赛第七十分钟 中场核心刘爱玲挺身而出 让局面豁然开朗 这一天恰好是刘爱玲结婚一周年纪念日 她为自己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中场领袖实至名归 在双方僵持情况下 她能打住这个球 往往都是属于这种老队员 最优秀的人才 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能出现 刘爱玲进的球是非常巧妙 连个助跑连个白腿的时间都没有 她直接就那右脚一撂过顶了 这球看得很简单 但是球打得不容易 首战瑞典有惊无险拿下胜利 中国的下一个对手是神秘之师迦纳 二十年过去了 老帅马元安仍然对这场比赛念念不忘 因为在赛前的球队大巴上 马元安头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反常的紧张气息 我感觉坐上大巴以后 出现一种特别异常的现象 在车上甚至掉一根针都能停电 我当时心跳加速不对劲 真的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呢 我很想能够调节这种情绪 但我心想马元马元 这时候绝不能趴下 真有点要趴下那种感觉 越是觉得比我们弱的对手的时候 我们的这些队员可能越谨慎 然后我们不想在这种小河沟里翻船 不说话然后提前进入到备战状态 多年后刘英袒露了当时球员的内心感受 但是从当时马元安的面部表情来看 他确实有种肉眼可见的不安 不过这份不安很快随着球员们的进球烟消云散 第九分钟 头号射手孙文打进了他本届世界杯的首例进球 七分钟后孙文再造杀机 他的搭档金烟再度建功 这两个球一进一直压在马元安心底的石头 终于落了地 打进第一个球第二球以后 我跟我的助手离别 我离别像这种比赛用不着咱们俩 那么队员随便踢吧 我们还指挥什么用不着我们指挥 那场上打的那么算 正如马元安所说 这几乎是一场不需要教练的比赛 孙文在随后再入两球 大眼帽子戏法 风光无限 但在这张光鲜成绩单的背后 没有多少人知道 他一直是在带伤坚持 我刚才看你一直在弄这个胳膊 你身上现在到底有多少头伤 反正好像除了右胳膊这里没伤以外 手腕没伤以外 其他地方都有伤 其他地方都有伤 这场比赛 中国队最终七球大胜 替补登场的边路快马张欧颖 梅卡尔杜表现惊艳 令人痛惜的是 2018年12月 43岁的张欧颖 罹患癌症不幸离世 20年已逝 坑墙玫瑰们再也等不回 他们那个爱笑的伙伴 这么年轻 他75年出生了 那就走了 那确实感到非常难过 那个时候我在西班牙 在西班牙跟队伍在拉链 拉链完了以后 看到说欧颖的追导会正在进行 哎呀 怎么讲 就是 就是流泪呗 没办法 就是流泪 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难受已经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了 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的离去 对我的这个刺激那么大 就是会经常一停下来 一空下来 就会想到他那个 这个非常开朗的这种神态笑容 还有语气 还有语气 有语调 这 成绩有一段时间就特别难以 还难以接受 就感觉他还是 还是在 嗯 就是 就是 有的跟他们讲 有的时候 比如说家里面的亲戚长辈 离开了 都没有那种那么强烈的 每天会去想这个 想这个场景 想这个人的这样的这种 这种 所以 就会永远记在心里吧 永远记在心里 也就没有真正的离开 二十年前 他们在一起并肩战斗 二十年后 他们在心底深深思念 思念在 那个人 那个夏天 也就不曾离开 的确 那个红旗飘飘 玫瑰铿锵的夏天 会与张欧颖一样 永远被人铭记 小组赛第三场 中国女足不负众望 头号射手孙文 独中两元 刘英进射 锦上添花 中国女足以三比一 击败澳大利亚队 以小组投名出现 但这场看似 轻松的胜利背后 同样满事艰辛 我们 九点半 早晨九点半起飞 晚上九点半 东部时间 晚上九点半到达 这一天 完全消耗在旅途当中 既得不到 很好的恢复休息 也 得不到训练 如果说 纽约温度一下 三十多度 组委会 国际足联 那调查问我 你怎么解决 你那适应 炎热气候 没法适应 怎么适应 到那就一天 我不能把队员拉到一天 在太阳镜晒 第二天 尼尔了 是吧 那怎么 屋里憋着 上去就拼 我顶多一个小时 看看 三十度 什么感觉 能被拿来 调侃的艰辛 也就不算 难以攻克的艰辛了 尽管世界杯期间 中国女族 连续四次 往返穿梭 在美国的 东西部之间 再加上 三个小时的时差 以及温差变化 确实非常磨人 但面对困难 全队上下 并没有抱怨 而是坦然应对 要面对 因为是在人家家 打比赛 要面对 要克服 这个时候 我们那一代 我觉得我们 那个时候的球员 不会去抱怨什么 不会去抱怨什么 我们只是说 条件摆在这 你要去适应 任何困难 你没法推 没法把它给摆脱掉 你适应 承认它 能够适应它 别烦 你就当成旅游好了 中国女族 另类旅游的 第四战 又回到了 首战瑞典的城市 圣河赛 只不过 对手换成了 俄罗斯 八强战当前 马云安 信心满满 头一天晚上 王主席 他团长 老马 明天比赛怎么打 我没问题 他怎么没问题 我一 这天这么热 我们不怕热 俄罗斯呢 其后肯定比我们量 第一 第二 我们队员的能力 我们的训练 绝对没问题 老马口中的 绝对没问题 成为了现实 而帮老马率先 对线豪言的 是年仅18岁的小将 蒲伟 中文类前场断球 11号蒲伟 远射 球进了 好球 看你进完球之后 好像愣了一下 才庆祝了一下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一道愣一下 因为我太想进球了吧 因为队员和我说 现在前锋队员和球员队员 就是你一个没有进球了 这算是给我一个压力 算是一个动力吧 就是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就把它变成为一种动力 蒲伟第37分钟的进球 让中国队占据主动 但这场比赛的艰难程度 并未因取得领先而减少半分 中场休息时 时任中国女组领队王俊生 在烈日下给球队做激情动员 没有劲儿的 如果听不懂 实在没有 大家在牛把力 精神上一定要注意 不要放火 他们到最后一步 上去 绝不能放火 每次王岭 一个动员 大家就是 叫怎么讲 热血沸腾 赶紧要吹哨的 去打比赛的 这种感觉就出来了 我们记了他很多这种经典的话语 就是软的 怕硬的 硬的怕什么 硬的就是怕不要命的 他强 但是我们不要命 我们就能战胜它 拼命是心气 是精神 更是一种智慧 与俄罗斯队的下半场 中国女组再次拼出了胜利 今年的门前捕射锁定胜局 中国队晋级四强 笑容绽放在姑娘们的面庞上 也映衬在 现场每个支持者的脸上 这件女足世界杯 美国的华人华侨 以及留学生 一直在身后默默追随 女足姑娘们所到之处 也都是中国球迷的身影 这些可爱的球迷 给了中国女足家的感觉 而中国女足 也给了这些在外漂泊的人们 一种心理上的寄托 其实在美国的那个时期 能看到华人 能在赛场上看到 那么多的五星红旗 本身就是一种振奋 可以说那比赛到哪里 我们就感觉好像是主场 就是只要中国女足所在 到处可以看到五星红旗 到处可以看到熟悉的面孔 到处可以听到 中国队加油的声音 赛场上他们营造主场氛围 赛场外他们同样默默付出 时至今日 温丽荣依然把这份异国他乡的感动 藏在心间 中午的时候把热腾腾的一些中餐 给你送到酒店来 然后城市还不是我们的比赛地 那可想而知 他们可能是在凌晨 就要开始去做这些餐 然后再开好多个小时 大概三四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的都有 所以当他们来的时候 其实有的餐 不一定我们是能吃的 但是看见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特别温暖 他们会说 你们的每一场胜利 让我们在这个地方 都会觉得祖国的强大 或者是说 让我们会觉得 我们是中国人 我很骄傲 所以在那一瞬间的时候 真是 现在有时候想起来 还是挺感动的 非常非常难得 其实有时候 都不一定记得清楚 他们的名字 或者说长的是什么样 但是那一瞬间的时刻 一直就留着 这一切的支持 在中国队迎战挪威队的 半决赛前达到高潮 歌唱祖国的歌声 响彻波士顿 福克斯伯勒球场 这里不是主场 却又胜似主场 美国时间7月4号 中国女足来到了波士顿 与挪威队进行半决赛 应该说这一天 是所有波士顿华人 应该是最快的礼天 就好比过年一样 现在我所在的 就是福克斯伯洛体育场 在我身后 是有近1000名中国球迷 今天他们穿上了 自己设计的服装 就是我穿的这个服装 当时就是大家 一看到CTTV的话筒标志 一看到熟悉的面孔 就认为是同胞 认为这个镜头 一定能把他们的所作 所为 一切都能派回到国内 所以大家在镜头前 非常热烈 而且把当时球衣扔给我 其实他们并没有想象 我能把这衣服穿上 只是觉得你看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比赛 说你是不是穿上这个衣服 但后来我就想 我可以穿上这个衣服 对吧 能做现场的 我都发现后面写了 赢了这两个字 所有中国人的心愿 就凝聚两个字 就是我身后的这两个字 就是在这样浓烈的氛围下 中国女族迎来了 未免冠军挪威队 原本在人们的预期里 实力相当的两队 一定会踢得极其胶着 但是 孙文在开场两分钟的 快速进球 就让胜利的天平 开始向中国队倾斜 而11分钟过后 波士顿的球场上空 又出现了一道 划破天气的金色闪电 刘爱玲精彩绝伦的 凌空抽射 让挪威门将 只能抱以无奈的苦笑 他进完以后 就是太漂亮了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是习以为常的 不是懵的 刘爱玲平时射门 他就具备这种能力 就刘英说过 我们这队 没谁都行 不能没有刘爱玲 刘爱玲在场上 确实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那么刘爱玲的第二个球 就奠定了这个 就胜局的那种 就是这个时刻就到来了 因为这个球一打完以后 我们会明显感到 挪威队他乱了方寸 我们就是怎么打怎么有 然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 那时候就打疯掉了 中场休息 2比0的比分 让平时不苟言笑的马云安 笑得合不拢嘴 就像孙文说的那样 这一天的中国队怎么踢怎么有 而未免冠军挪威队 似乎一下就被打懵了 看来上的中国球迷 甚至提前为女足姑娘们 献上了鲜花 对置身福克斯伯勒体育场的每个中国人来说 这一天仿佛真的像过年一样 而这两个进球 仅仅是年夜饭的开始 大餐还在后面 这一天的刘爱玲左右开弓 这两脚世界波也成为了铿枪玫瑰 绽放年代的辉煌助脚 刘爱玲的两季精彩进球 让那一天如梦如幻 随后的比赛里 范运杰和孙文再下两成 孙文更是凭借七力进球 包揽了那届世界杯的最佳射手与最佳球员 这场5比0的大胜 绝对称得上是迄今为止 中国足球最为标志性的一场胜利 5比0当时的比分确实让我们觉得 这是一场中国足球罕见的 酣畅林里的比赛 随着一个一个进球 然后就疯掉了 然后每个人都想进球 然后每个人都发挥 每个人都想进球 然后你进一个 我也想进一个 他也想进一个 这场大胜痛快淋漓 让队员们的情绪得到了很好的释放 也让他们的笑容灿烂无比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这都是一个堪称完美的夜晚 无需用多么华丽的词语来赞美姑娘们 最简单的一句 你们是好样的 足以表达球迷最真实的心声 璀璨的烟花也在赛后事实的生疼而起 此时已是波士顿的晚间 十点多钟夜色已深 球迷们从体育场逐渐散去 长长的车龙在体育场外流淌 对于身处其中的中国球迷来说 这或许是他们经历过的 最幸福的堵车 半决赛轻松闯过挪威这一关之后 中国队将与东道主美国队 在洛杉矶的玫瑰碗球场 争夺冠军 此前的三次交手 中国女足三战两胜 占据心理优势 这是中国女足登上巅峰的最好机会 这场决赛是在美国当地时间下午一点钟开球 洛杉矶焦阳似火 温度高达39度 不过这并没有阻挡九万多名球迷涌入玫瑰碗 时至今日这依然是女足世界杯历史上现场观众最多的比赛 那一天的玫瑰碗仿若梦境 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像做梦一样 像踩了烽火人一样的 在这样的梦幻场景里 中国女足的队员们依旧手拉手踏上草皮 姑娘们的脸上带着轻松的笑容 由于有15个小时的巨大时差 国内球迷只能在北京时间凌晨4点起床看球 那些星星点点的微光从居民楼 大学宿舍的窗户中透出 通过并不算大的电视屏幕 亿万球迷的目光聚焦在了万里之外的 玫瑰碗体育场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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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万众一行 猫着点点点破破 前进 猫着点点破破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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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僵持之战 上面场双方战况激烈 却都没有势在必尽的得分机会 孙文的这脚任意球攻门 是上半场双方最好的一次破门机会 这场比赛 球员们的疲劳程度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极度高温也在考验着球员们的意志 决赛进行过程中 球场的温度高到什么程度 央视现场报道的记者张斌 对此有着深刻的记忆 排到下半场我就觉得我这个腿有点疼 我这腿有刺痛的感觉 我把手伸进这个裤带我一偷偷一看 我这个有两截5号链纸被晒爆 也许它躲着我了 但我当时就认为天气太热了 居然把我兜里的这个5号链纸晒爆 那皮都已经爆裂了 高温炙烤下 双方90分钟互交白卷 加时赛里 中国队的进攻一度占据上风 加时赛上半场第10分钟 中国队获得了一个角球机会 接下来的一幕 是女族姑娘们距离梦想最近的时刻 一线之隔 一声叹息 范运杰的投球距离创造历史 仅仅一步之遥 当时我冲上去顶球的第一感觉 这球好像有了 等到我往回跑 等到这个球结束 就是成为死球以后 我才知道我心里的遗憾 再想起那个 就是说被顶犯那段 就是美国的13号 克里斯顶莉莉 然后我再想起他那会儿 就全身会发抖 就那种感觉 加时赛结束了 这样双方在120分钟之内 打成了0比0 那么将 互设点球来分出胜负 这样继1994年第15届 男族的世界杯决赛 巴西队同意大利队 在这里互设点球 分出胜负之后 在洛杉矶的玫瑰体育场 再次迎来了世界杯决赛 残酷的点球决战 不知道中国队和美国队 最终谁将成为5年前的巴西队 5年前的玫瑰碗 意大利球星罗伯特巴乔 曾在这里设施点球 留下一个苍凉的背影 如今 中美两支最优秀的女足球队 也进入到了残酷的点球大战 点球大战之前 手面高红信心满满 点球前高红拍我肩膀 马志 你就是世界冠决教练 我听了我也很高兴 因为什么 他手点球确实是特长 他这么一说 我一听了也很高兴 没说话 实际应该说 不要想那么多 想每一个球 前两轮 中国队的谢惠林和邱海燕 顶住压力双双命中 擅长铺点球的高红 虽然拼尽全力 但也无法拒绝美国球员的射门 前两轮双方战成2比2 中国队第三个出场的球员是刘英 我脑子当时走过去的时候 我现在都想说我不紧张 我没有那种紧张到不行的时候 然后我脑子也是空白的 但是我觉得我当时的那个心里面 可能也不正常 就是尽管我当时觉得很平静 但是可能 就是踢球的那一瞬间 还是紧张了 就是真真正正到最后出球的那一下 还是紧张了 就是我不知道往哪打 然后我犹豫 中国队的十三号 刘英的射能在美国队能价 似乎里突出了 没有一个队员 埋怨刘英 我没说过一句话 埋怨刘英这点球没发现 这很正常的 进也正常 打不进也很正常 刘英回到球队当中 队友们主动伸手同他击掌 没有人责怪 刚刚罚丢点球的同伴 不过在这之后的几年 刘英仍然无法从自责的痛苦中走出 在2003年的一次采访中 回忆起往事 他仍然忍不住泪流满面 那个点球啊 我觉得给我的伤害 还是说给我带来的坎坷 真的挺大挺大 现在肯定是过去了 但是当时他带给我的那个压力 肯定是跟了我几年 跟了我几年 就是只有自己能体会 时光流逝 唯有光阴和成长可以抚平伤痕 刘英说 某一年不经意间看到电视里的一段采访 让他终于卸下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听到这个采访 听到这句话 然后就让我不自然地在泪流满面 然后就突然间就释怀了 如果我现在还记得的话 应该就是说人生没有真正的失败者 然后都要去面对 然后如果你真的是失败了 你自个认为的失败的话 你永远就是失败者 在刘英看来 他曾经以为那一天的他和球队是失败者 但在中国球迷的心中 没有人会给他们这样的定义 查斯坦的制胜点球 让中国队梦碎1999 他们被视作中国女足的黄金一代 也成为了女足世界的无冕之王 看着狂欢的对手们 姑娘们沉默无言 他们的脸上写满了落寞 内心充满了不甘 他们在这一天 可以成为真正的胜利者 但人生没有许与他们完美 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人生就是这样 哪有那十全十美 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 但我更希望能够拿到一次冠军 如此接近就差这么一步 但是还好 能坦然接受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 骄傲半学的遗憾 阴阳平衡 大家还是带着泪水 带着心里的不甘 也带着一丝的骄傲 我觉得 这个骄傲说我们就是事情最强者之一 这个很复杂的一个心理 但当美国队得奖以后 中国队要站在下面 我相信每个人内心还是觉得 我可能一生错过了些什么 错过的滋味 最终化作了此刻的泪水 32岁的刘爱玲知道 她已经没有机会 再去追寻那个终极梦想 错过的是指尺之摇的冠军 错过的也是一代人的最美芳华 但是还好帮华退去 铿锵玫瑰的精神却始终都在 我们那批人不可负责 不服输的精神 那种责任心 那种求胜的欲望 然后那种毅力 我觉得是特别体现在我们那一代 就是各顶各的都有这个品质 恰当的时间 恰当的地点 恰当的这个人 这个因缘都聚合在一起了 最重要的是这批人 给我的感受特别深刻 我再也没有感受过这样的 就是说那些人是如此的专注 而且如此的内心是那种不服输的 就每个人都有这种劲 然后这种专注的这种力量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很多年以后 我在观察所有的这些球员当中 是很难发现的 不给自己设限 而且一定要勇于攀上 前人未曾抵达的高度 在这点上我觉得中共就全都做到 在这方面我认为 这个是我的一切当中的 坑枪玫瑰的那个魅力 二十年疏忽而过 那个繁华纷飞的夏天 恍若昨日 那里有最好的他们 有最好的时光 玫瑰或许不会永远盛放 但记忆却在对他们的爱恋里 花开不败 孙文 再射 球进了 开场2分48秒 中文队前场断球 11号普瑋 远射 球进了 好球 好球 2比0 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10号刘爱玲 请你二继续 快点赞 转发 继续 快点赞 到了 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